看新聞開視野 歡迎收看今天十月十八號的公視首語 新聞 首先來關心 受到了東北季風影響 不僅天氣變冷 也帶來降雨 氣象局表示 這一波東北季風影響到 今天的清晨 白天氣溫會逐漸回升 而下一波東北季風將會於週五報導 昨天花蓮海邊風浪大 下午三點多 一名高中生在北濱公園逆水失蹤 警消貨報之後 立刻展開了陸海空搜救 但是因為入夜之後 風浪持續增強 也讓搜索行動變得更加困難 海面上救生船艇來回穿梭 沿岸邊的蕭波塊上 也有暗記人員尋找蛛絲馬跡 週日下午三點多 四名高中生相約到花蓮北濱公園玩水 其中一名陳信男同學不慎溺水失蹤 同行朋友趕緊求援 四個人來兩人 兩個人下去喔 他是抽筋還是怎麼樣嗎 就是站在那邊水太大就可以走 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 花蓮市周邊海域浪況不佳 除了救難人員下水搜尋有一定難度 美輪西北冰出海口海水滾濁難見度低 也影響到了救援行動 因此警消海陸空旗動員 直升機也盤旋在海面上 希望把握黃金七十二小時 陸鎖人員就是跟同行有人在這邊玩水 那一員不勝落入海中 那其他三員的部分呢 就是立即跟我們報案 但是報案的時候 他已經下沉了 人員已經下沉 所以在搜索的方面就比較不容易 氣象局預估週日花東地區沿海 可能有八到十級強震風 臨近海域浪高也有機會來到三到四公尺 由於入夜後風浪持續增強 船艇先暫停搜索 等天亮繼續行動 而暗巡人員持續探照燈和手電筒 搜索周邊海域 不放棄任何希望 新北市雙溪 前天因為暴雨 溪水暴漲 湖泡潭傳出了兩位大人 以及四名小孩落水失蹤 昨天中午 先後巡獲了兩大兩小都已經罹難 警銷持續進行搜救 希望把握黃金七十二小時 儘快尋獲其他的兩名失蹤者 新北市雙溪的虎報潭 十六號一個親子自然體驗營 因為雨勢過大折返 途中遇到吸水暴漲 共有兩大四小被水沖走 搜救人員持續在雙溪六河橋下的河岸搜索 搜救艇也在河面上搜尋 就非常困難 今天一早天一亮 我們動用了256個警銷同仁 以及還有15艘的救生艇 五台空拍機 都希望能夠用最快的速度 找到有機會搶救到生還者 潛水重莊的 在這邊整莊的 等一下到這個生潭下面會下去搜索 因為懷疑說疑似這邊會有受難者 會卡住 十七號早上七點多 在橋下找到45歲的中性男子 發現時呈現歐卡 緊急送醫不治 一個半小時之後 找到九歲的蔡系女童 兩個小時之後 在六河橋下游一百公尺處 巡獲十一歲的流性男童 那就是身體沒有任何披露 那我們就是以我們的衣服服裝 然後將它包起來之後 然後我們用上肩的方式 因為它那個地方山路攻上來 比較不好走 他很怕說會去撞到他 十七號中午 搜救人員在六河橋下游 約四百公尺左岸處發現失蹤的 陳姓男子已經沒有生命跡象 警銷以繩索渡河將他送到右岸 瑞芳分局昨天通知天大地方公司的董事 張姓男子 圖姓女子以及股東帶隊的蘇老師 應訊 訊後將兩位董事請回 蘇老師晚間移送遞檢署覆訊 訊後依過失致死罪嫌 裁定二十萬元交保並限制住居 記者陳嘉欣 張國良 彭耀祖 沙燕其中健剛 綜合報導 來關心各大報的頭條焦點 首先來看到聯合報 進行了兩岸關係年度大調查顯示 民眾對於蔡英文總統 處理兩岸關係的表現評價 滿意比率降到四成 而不滿意的比率增加到了四成八 自由時報是報導 基隆市長林又昌接受專訪 主張要推動縣市平權 刪除地質法 直轄市人口門檻限制條文 再將基隆市新竹市嘉義市三個省霞市優先升格 而中國時報的頭條是 民進黨立委 黃國書傳出 在學生時期曾經擔任 情治單位的憲民 黃國書昨天在臉書承認此事 並且宣布退出民進黨 本屆立委屆滿之後 不再連任 現身激進黨立委陳柏惟的活動場合 立委黃國書十五號出面力挺身陷罷免風暴的陳柏惟 才隔一天 十六號晚間 就有平面媒體報導 黃國書曾在戒嚴時期 為情治單位擔任憲民工作 十七號凌晨 黃國書在臉書承認此事 宣布即日起退出民進黨 並不再尋求立委連任 黃國書退黨的震撼彈 同黨議員也感到差異 但對於黃國書問政的表現 都認為有目共睹 而民進黨則透過書面聲明 表示尊重黃國書所說明的內容 支持他勇於面對歷史的態度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週日十七號南下台中 參與罷免活動 他表示對於民進黨內鬥 不予自平 也強調那是大時代的情治單位 不是國民黨 不過還是回到今天不是國民黨 是當時大時代的情治單位 大概三四十年前的情治單位 而三十年前國民黨就已經自我反省開始民主化 促轉會則表示 不針對個案評論 縣民只是監控系統的末端 認為更重要的是縣民背後的體制 在還原歷史真相時 這些應該要被看到 未來會持續推動檔案開放應用 高雄延城區城中城 十四號凌晨發生惡火 造成四十六元死亡的慘劇 其中一名許姓死者在一樓被發現 日前傳出是許姓男子的哥哥 因為怕他喝酒鬧事 因此將房門上鎖 才造成他無法逃生 而檢察官在偵訊後 預令吳寶請回 高雄地檢署指出 十四號案發當日 就已經發現 火災的死者都在七樓以上 只有許姓男子燒成礁屍 沉屍在一樓 以現場狀況一樓逃生不難 縱使熟睡 也不至於毫無逃生跡象而成為礁屍 因此察覺有意 當下決定解剖遺體 並在隔天完成解剖程序 死者的有人爆料 他下班之後 被哥哥反鎖在一樓住處 沒有辦法逃生 警方在十七號帶回死者的哥哥 以及有人到案約談 詢問後 也不可開交 因此兄弟倆協議 每天晚上由哥哥將他鎖在城中城一樓木板隔間房裡面 晚餐時哥哥也會送飯過去 白天再開門讓弟弟外出上班 檢察官訊問之後 認為死者兄長許欣被告設有過失致死罪嫌 不過考量哥哥已經交代完整事實經過 沒有羈押原因 而且死者平日都有被告負責提供住處 經濟來源以及生活照料 念在兩人手足情誼 故予以請回 記者李淑蘭 沙晏祺 中建綱綜合報導 高雄城中城大火 副總統賴清德跟行政院長蘇貞昌分別南下 慰問罹難者家屬以及傷者 蘇貞昌更是指示 內政部跟地方合作 盤點並安檢國內老舊大樓 協助改善 副總統賴清德 週日一早在高雄市長陳其邁陪同下 到臨堂免相慰問家屬 沉重層災後 第四天 最後兩名一遺體毀損嚴重 而身份不明的罹難者 經過相關比對 終於確認身份 可通知家屬領回 陳中城大火 造成四十六人罹難 但大樓四十年前拿到使用執照時 七到十一樓登記用途是辦公室 至今沒有變更 明代質疑市府放任大樓違規把七樓以上辦公室改建成住宅 對此公務局回應 大樓符合二零一一年通過的高市建築物免變更使用執照辦法 所以才無需變更用途或辦理公安申報 大火造成多人死傷 也燒除老舊大樓公安問題 高雄這三天機查轄內三十四棟老舊大樓 要求限期移除安全梯及通道的雜物或撕射柵欄等 並將專案補助大樓改善消防設備 行政院長蘇貞昌中午來到臨堂置議前 也只是各部會跟地方合作 全面機查老舊建築的公安消防 協助改善加強管理 若大樓有利極性危險 也要妥善安置照顧相關住宅的弱勢民眾 記者 陳煥與陳顯坤 高雄報導 國內的疫情趨緩 指揮中心宣布接下來兩週維持二級警戒 不過佩戴口罩的規定鬆綁 從明天起 在室外運動或是拍照的時候可以拿下口罩 在用餐區如果維持社交距離也可以暫時不戴口罩 另外農林漁木工作者在空曠處也能夠把口罩拿下來 指揮中心宣布十月十九號起到十一月一號國內維持二級防疫警戒 舞廳等八大行業仍需維持關閉 但佩戴口罩有條件鬆綁 包括在戶外運動時 以及室內室外拍照可以暫時拿下 農林漁木工作者在空曠處工作也可以不用戴口罩 民眾在山林和海濱活動 若維持社交距離也不用戴 另外在外處有飲食需求 且可以和不特定對象保持社交距離 以及在指揮中心合合的用餐區也可以暫時拿下口罩 指揮中心特別說明 若是在有主管機關訂定場所特別指引的區域 還是要以指引為主 例如在KTV還是要全程佩戴口罩 而這次鬆綁口罩也不適用於錄影 網紅直播或銷售影片 都還是要戴口罩 另外國內疫苗到貨逐漸充裕 指揮中心鬆口 近期會再有各種廠牌疫苗到貨 有機會在十一月開放一般民眾混打 儘管國內第一劑疫苗涵蓋率已經突破六成 但指揮中心統計 國內第二劑疫苗涵蓋率極用百分之二十二點零一 還沒有到降級條件 另外臺中十七號公佈 新增施打AZ疫苗第二劑死亡個案一例 臺中打AZ疫苗後死亡通報個案達到百人 對此指揮中心回應 接種疫苗後死亡通報數量 還要比對各縣市接種年齡層範圍 目前臺中並沒有較多死亡個案的情況 記者綜合報導 口腔弱化是高齡長者普遍會遇到的問題 包括可能吃東西容易噎到 甚至說話口齒不驚 都是退化的徵兆 臺北醫學大學 口腔醫學院 引進了AR以及VR教室 讓學生模擬訓練 為長者來進行口腔照護 而同時機器也會為學生來打分數 作為下次改善的依據 戴上VR穿戴裝置 學生照著指示為高齡長輩準備進行口腔清潔 充滿空間感的教學 幫助學生更快熟悉食物操作 另外一套AR擴增實境 直接應用在真實教學情境 學生操作細節放大來看更清楚 刷牙的力道 手勢 百味都列入評分標準 利用導航系統 同步的來刷牙的過程 在螢幕上來秀出 讓大家知道怎麼樣刷牙 甚至這套系統可以打分數 讓我們知道你做得及不及格 根據國劍署統計 台灣65歲以上長者 每10人就有一人患有輕度以上吞咽障礙 通常40歲後 口腔就會開始弱化 如果感覺吃東西容易噎到 吃飯掉太多範例 甚至說話口齒不清 都可能是退化的經兆 喝茶的時候容易嗆咳 還有蛇的運動變得比較不靈活 例如說講話的時候可能會有點不清楚 北一大和日本口腔專家開視訊會議交流 專家也提醒 長者口腔清潔不徹底 或者是缺乏照護所引起的口腔衰弱症 最嚴重可能會引發吸入性肺炎 記者 台北報導 移工照護失智症長者 時常面對老人家鬧脾氣 罵人 甚至攻擊 照顧起來力不從心 社工就教導五要三步的照護技巧 包含面帶笑容 和長者講話時要平行視線 溫暖對話 吃飯喝水上廁所 要先徵求同意獲得長輩的理解 但是也不要嚇他 不要逼他 不要怕他 甚至長輩時空錯亂的時候 陪他演戲也沒有關係 根據內政部和衛福部統計 臺灣六十五歲以上老人 每十二個人就有一人患有失智 八十歲以上的老人罹患失智症比例更高 每五人就有一名失智 患者頭腦退化 理解事情的方式改變 情緒有時和善 有時很兇 導致看護移工時常吃盡苦頭 兵監機構受北市勞動局委託 視訊開班 邀請雇主和移工認識 五要三步技巧 包含面帶笑容 和長者說話時平行視線 溫暖對話 吃飯喝水上廁所先徵求同意獲得長輩理解 但也不要嚇他 不要逼他 不要怕他 甚至長輩時空錯誤的時候 陪他演一出對手戲也沒關係 因為我們怕他無聊 所以會給他看電視 可是他常常會以為自己是電視裡面的人 像比如說前幾天看到失火了 然後他就會一直要我們去救火 那這樣子我們要怎麼去跟他回應 其實我們就是在演一出對手戲 爸爸今天演的是失火這一出 受課內容凸顯移工不只肩負照顧工作 也時常背負情緒勞動 民間團體說有些雇主會認為照顧很簡單 無形中給移工壓力 但光是安撫失智長輩喝水 就可以拆解到十四個動作才能成功 所以開班的目的不只訓練移工 也希望雇主能有多點體諒 記者 郭俊麟臺北報導 第四屆臺灣學校午餐大賽在昨天舉行 評審團透過營養 美味以及永續發展等要素 評判來自各地的決賽隊伍 最後由臺中市中信國小團隊獲得冠軍 另外還有哪些與生活文化相關的新聞 來看我們的整理報導 第四屆臺灣學校午餐大賽獲選進入決賽的團隊 要兼顧營養與美味 還有今年活動主題吃一口永續來設計菜單與烹調 最後臺中市中信國小獲得冠軍 得獎團隊希望在有限預算裡 將各種食材做成學生們愛吃的料理 像是在炒雞肉裡加入學生喜歡的芒果 還有味噌湯裡也加入竹筍 讓味道更甘甜 這次各參賽團隊的比賽作品製作成本 依照所在縣市規定 主辦單位表示 沒有統一各組參賽預算的目的 也是希望各界關注各縣市學生營養午餐 預算不一的現況 雲林縣包中香馬明山正安宮 為傳承國家重要民俗 十六號成立五年千歲文化中心 場館內介紹五年千歲文化 五年大科和元宵繞境吃飯但民俗活動 廟方表示五年千歲文化不僅在雲林 還包括嘉義 彰化 台南等縣市 號召信眾 義工 研究紀錄者成立文化中心 希望成為推廣民俗文化教育活動 今世世界紀錄過去曾認證一名兩百五十一公分的 土耳其男子柯森 是全球最高的人 最近又認證全球最高的女子 也是土耳其人蓋爾吉 從小就罹患罕見疾病 而國際消息來看 上週六海地黑道綁票了十七名國外傳教士團體 當中還包括了孩童 海地人權團體 呼籲要釋放人質 而美國國務院聲明已經掌握情況 後續處理無可奉告 海地首都太子港已經有些居民 聽說了一群傳教士被綁架 這群傳教士是來自美國俄亥俄州的宗教團體 所屬教會聲明 該團有十六位美國公民 一位加拿大公民 分別為五男 七女 以及五名孩童 現在教會祈求上帝指引解決辦法 也向外界求援 消息來源指出 他們是在造訪太子港以東約三十公里的 一所孤兒院後 回程路上被一個名為 四百馬沃左的黑幫綁架 海地當局表示已經展開調查 過去幾個月來 四百馬沃左不斷在太子港 與多米尼加共和國邊境 一帶綁架跟搶劫 作案手法都是路邊攔車綁人 甚至連人帶車一起爐走 樂俗 贖金往往是海地人 年收入的好幾倍 太子港非營裡人權分析 以及研究中心主任吉恩 呼籲儘快放人 並表示警方根本沒有能力 對抗這些黑道 使得幫派組織越來越大 勢力地盤擴充更多 今年四月四百馬沃左 才綁了十名包括兩位法國天主教 神職人員在內的肉票 關了二十天才放人 根據該中心統計 光是今年一到三月 就發生超過六百起綁架案 比起去年同期的兩百三十一起 還要增加許多 美國國務院聲明已經掌握情況 更多細節無可奉告 在海外的美國公民福祉以及安全 是美國國務院最高等級優先事項 多災多難的海地 今年八月大地震超過兩千兩百人 喪生 七倍總統摩伊士遭暗殺身亡 該國十多年來天災人禍 國家經濟長期癱瘓 民不聊生 治安更是嚴重敗壞 而因為新冠疫情澳洲大城墨爾本封城將近九個月 封城的時間全球最長 官員表示即將在二十二號疫苗覆蓋率達到七成的時候解封 新冠疫情大流行以來封鎖時間最長的城市澳洲維多利亞省首府墨爾本 終於要在二十二號解封 屆時六次封城總日數將達到兩百六十三天 將近九個月 餐飲服務業也將在二十二號同步開放 不過容納人數有嚴格限制 等疫苗完整覆蓋率達到八成 還會對零售等行業進一步鬆綁 澳洲政府已經放棄清零改採與病毒共存的策略 上禮拜另一個疫情鎮央新南威爾斯省 在疫苗達到七成完整覆蓋率的目標後率先鬆綁 十六號增加到八成 小學也將開放 個人新聞 社會中斌 感謝您收看這一節公視首語新聞 我是王小舒 明天同一時間再會 我們下次再見